什么样的组合排列到一块 它才能正好炸出手撕缸 这些核心的数据呢 都没有包括在炸机的这个踹缸呢 整整在做了711次实验 尝试了4万多种的 就要告诉大家是 就在这一种办法里啊 其实包括的这些精确的数据 是表面就会产生磨损 打磨掉磨损面 那么整个这个炸滚的直径呢 就要减少0.5毫米 一旦这个直径 要是减少到22毫米的时候 那这根滚呢就必须要报废了 那刚才我说到的这些数据呢 也都是泰缸在生产过程当中 自己研发和总结出来的 保零点零二的这种缸呢 叫做宽幅的手撕缸 现在全世界可以说 能生产这种缸的地方并不多 真的还是挺少见 所以说产品座当中 那我刚才了解了一下 他们这两天呢 正赶着要生产一批新的订单 而且全厂的这个订单量呢 已经是订到了明年的2月份 所以说接下来 马上要到来这个元旦假期 他们可能会非常忙了 刚才主持人都很好奇啊 这个世界最薄的这种手撕缸 它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那今天在这呢 我就带大家来看看 生产手撕缸的这个核心的装备 大家看 国内因此在这什么时候 你们之后 那眼督明白了 怎么会该払在上司 那里呢 那是这种手撕 balance 那那么这种手撕的 那么这种手撕在那边 那我这根通知 就不得了 这种手撕一样 但是我这就能够